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出手就能把对方给折服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世言武 四十五岁 习练金钟罩铁布山十年有余 据说这项绝血激进失传 习练之人少之又少 我有一个梦想 要把少林的一绝技从现人间 金钟罩铁布山是少林武学里面的绝血 真正的金钟罩铁布山是没有罩门的 就是说任何身体的要害部位都能承受到重疾 隐居宋山会山寺 世言武历经了长达十年的秘密训练 今天他向身体的另一个要害部位能承受的极限发起挑战 要想让自己的身体强大 就必须用更强大的力量来击打他 在世言武的功夫世界里没有不可能 任何一个部位要将军把它强大下来 要有训练的发门 这就是靠自己去悟 每当练到筋体力尽 世言武都会进入密室修缠 恢复内力 练武的人最难道就是能把心静下来 修缠才能让人有静心有悟心 咽喉是人身体的特殊命能 世言武必须进行一些特殊 甚至残酷的训练 这个功夫就是在武学中成为叫归气功 我说绳子掉下了 就是我可以逼入气 耳术人中没问题 内功到顶峰的时候才能打到这种境界 但是另外一种训练是极其隐秘的 世言武从不是人 闭关修炼三百天 世言武大功告成 他将挑战十四根杨武棍 在喉部的连环重击 我让世言武能知道 少林寺很有真功夫的存在 很有真正武术学学的存在 与此同时 世言武继续修炼 金钟罩铁布山的最高境界 铁当功 铁当功夫